贤弟 你要想清楚啊 你是我的结拜兄弟 怎么可以这么说我 我有这么差吗 贤弟 恕我直言 对男人来说 你是个好兄弟 但对女儿而言 你不是个好男人 的确 朱一台他不是个好男人 也就是因为我看清这一点 所以既然不能跟他结为联礼 不如来个兄妹相称吧 兄妹相称 没错 就好像我们两个人结拜的关系一样 这样你放心了吧 真的吗 我有点不相信 好吧 那我就上调好了 好好好 我相信你们 相信你们 从情人到兄妹 这之间的转折问你太大了吧 好了好了梁兄 别再嘟嘟囔囔了 你记不记得陆炳章离开几天了 今天是第三天了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陆炳章今天就会带如意回来了 梁山伯 陆炳章如意的事情 我对跟娘知不知道 我怎么敢说 师母把房子借给如意 结果就发生了这种事 现在就等着陆炳章把如意带回来 那万一他们不回来的话怎么办 不会的不会的 陆炳章跟如意一定会回来的 不不 不 丁虾说得对 我们要有戎炳章出事的准备 贤弟我刚想过了 万一他们今天没回来的话 我准备明天叫四九 去招羊府跑一趟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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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 把人犯押上来 陆冰章 你可知你身犯何罪 人犯陆冰章 持兄印犯官府 摩刺朝廷命官 罪不可赦 凡夫判你死罪 吕死了 我也不想活了 战立决 退他 遗书 你们 豹 平时 你收到 宋宏者 李 Melanie 有人偷東西 有人偷東西 他偷了什麼東西 他偷了什麼東西 來他畫像 來他畫像 叫你找怪 再疊就是了 走 公子 公子 移新酒 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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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打開來看看 糟了 洛哥出事了 洛哥謀自判斷首 被判斬首 梁山寶 你確定如意 是被判斷首帶走的 一定是的 否則陸秉章 是不會謀自判斷首的 哎呀 你們這些孩子 當初如意被抓走的時候 為什麼不跟我說呢 我們以為 只要陸秉章 把如意帶回來就沒事了 誰曉得會變成今天這樣 一圍一圍 哎呀 陸本人也真是的 跟官府作對 這不是跟自己找麻煩嗎 現在好了 連命都賠上了 事情已經發生了 說這些有什麼用 想辦法解決 才是首要之物 是啊爹 你一定要想辦法救他們啊 哎呀怎麼救啊 都已經判斬首了 梁山寶主任台 你們打算怎麼辦 師母 我跟梁山寶準備到 朝陽府去探視陸秉章 看看情形怎麼樣再說 嗯 是應該去 怎麼辦 你們馬上啟程 我跟你老師會設法 找他在京城正關的學生想辦法 相公 你說怎麼樣 照誰啊 照誰啊 照定方啊 他現在是中樞士郎 一定有辦法的 至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 梁山寶主任台 事不宜遲 你們趕快出發 是 老師 好 是 好 公子 朱公子 四九 四九 清晰怎麼樣 這個客廠掌櫃 跟老頭有點關係 我都已經打電好了 好 放下行李 我們馬上去找他 好 麻煩大家 這是一點小意思 我還準備了一些韭菜 待會喝一杯吧 好 陸秉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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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哥 他 川伯 你們怎麼知道我在這 你要我們等你三天 我們等不到你 只好叫四九來探探 想不到事情會變得這麼糟 陸秉璋 你怎麼全身都是傷了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對你 把你打成這個樣子 你只能傷到我身上 逼不上我失去如意的痛 如意他怎麼了 你為什麼要這麼說 諾陽 如意知道你出事了嗎 他現在人在哪裡 如意 如意 他死了 你說什麼 你說如意的 他死了 如意不敢去救他 看誰 把心拍的狗仔給活活逼死 為什麼會這樣 這一切為什麼會突然變成這樣 你們才剛剛辦完喜事 你們才剛剛辦完喜事 怎麼一轉眼 就天人永隔了 我現在已經被判起刑了 我現在已經被判起刑了 我總後 希望你們把我還會成在一塊 我和他這輩子 愛得太辛苦了 既然活得沒有結局 希望你們幫幫我 讓我 讓我死後 能夠永遠還如意在一起 陸平昌 陸平昌 我不准你說這種話 如意他已經死了 我不要再看你離開我們 我必定會想辦法救你出來的 老師去京城 找他當大官的學生 趙忠書 過兩天就有消息了 我現在為誰而活 如意不早 我活著還有什麼意義呢 要不是誰也停住到我 我早就一口壯士 跟如意一起走了 不 這不是我認識的你 你不能這樣子 你一定要正坐起來啊 沒錯 為了如意 你要更堅強地活下去 否則如意的仇 誰幫他報啊 啊 如意就是我的生命 就是我包了頭 殺了心拍的狗子 那又怎麼樣 如意永遠都不會回來了 陸平昌 我好擔心陸平昌 他已經完全變了一個人 他的意志太消沉了 如意的死 給他很大的打擊 他現在連生存的意念都沒有了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把他給救出來 怎麼救 劫囚啊 當然不是啊 只要等忠書大人一到 不平昌就有救了 我擔心的是 四九 嗯 他斬首何時之行 我問過老頭了 老頭說 一般都是秋後問斬 可是陸平昌判的是斬立決 我看不出七天了 七天 糟糕 只剩四天了 萬一忠書大人來遲了 那陸平昌不是沒得救了 到時候陸平昌伸手易觸 就算來了也沒用啊 賢弟 你腦子比我們靈活 你看我們該怎麼辦呢 想辦法拖延時間 怎麼拖呢 我看這樣吧 我那裡還有五百兩 先送給潘太守 俗話說得好 衙門八字開 無錢免進來 送禮也許可以拖一點時間 這個時候潘太守是不會為前所動的 那怎麼辦 怎麼辦呢 好 就這麼辦 賢弟 這辦法好嗎 這是拖時間唯一的辦法了 可是我不能讓你獨自去闖虎穴 要去我們一起去 不行啊 誰在擊鳴冤骨啊 官爺 我要勝冤 又是誰在擊骨鳴冤啊 大人 小明駐英台 有冤要身 有屁怪爸 別搭叫奔赴睡午覺的事件 大人 小明的好友被奸人所害 如今七王夫被囚 因此小明特來申冤 哦 是誰這麼大膽 居然敢在我的地方上亂來啊 那個奸人 就是昭陽府俊太守潘大人 大膽 你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這裡是昭陽府府呀 小明告的就是大人您 你 你 放肆 來啊 是 給我拖下去打二十打板 是 大人 大人 請聽我說 我是陸秉章在泥山書院的銅窗好友 哦 你是陸秉章的銅窗啊 嗯 報上你的名來 駐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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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英台啊 你好大的膽子啊 居然敢跑到這裡來告奔赴了 快說出你的目的 否則奔赴絕不侵擾你 回大人 小明希望大人能放過陸秉章 哼 陸秉章身負重罪 已經被奔赴了極心 豈容你說放就放 那麼陸秉章身犯何罪呢 他擅闖衙門摩刺奔赴 該當死罪 事出必有因 陸秉章為什麼要擅闖衙門謀刺大人呢 就是因為大人擄走他的妻子如意 小明認為如意在大人的手上 陸秉章就有天大的本領 也不敢謀刺大人啊 除非大人做了什麼令人不齒的事 例如逼死如意 才會使得陸秉章苟急跳牆 在憤怒中做出這樣的事情來 你憑什麼說我逼死如意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為 我是陸秉章和如意的同窗好友 大人跟他們之間的恩恩怨怨 我是一清二楚 潘大人 你明知道如意是陸秉章的未婚妻 竟然派人到泥山裸走如意 並逼他致死 陸秉章尋規不著 反遭大人誣陷判了死罪 住嘴 住嘴住嘴 你一件草迷居然跑到公子上 亂要奔赴 還捏造故事混妖視聽 奔赴今天非給你一點教訓不可 來了 給我拖鴨去打二十大碗 押入大牢聽後發神 大人 大人 屬下留情啊 你又是誰啊 小明良山伯乃駐英台的結拜兄弟 也是陸秉章的同窗 這麼說你們是一夥的 那正好拖下去一併處理 是 大人 如果不怕中書大人怪罪下來的話 竟可以像對付陸秉章一樣對付我們 梁山伯 此事干中書大人是不是 當朝中書大人曾經是倪山書院夫子丁承翁的學生 潘大人要斬陸秉章 他身為老師當然要請中書大人來關心他的學生喔 你沒想拿中書大人來壓你 潘大人您不做虧心事何須怕中書大人啊 你 給我打 誰啊 放他 放他吧 梁山伯祝英台 本府唸在你們和中書大人的關係 不與你們一般見識 至於陸秉章 此外以裁量地形 不容任何人質疑 退堂 拖出去 是 快點 下車 我打你們一頓 嚇死我了 差點就出不來了 別說是你 就连我自己都快吓掉半条命了 我看被吓坏的人应该是潘太守 刚刚一听中书大人的名号 他吓得人屁都不敢吓一声 草草退堂了事 那当然了 中书侍郎是郑四品的官 现在是皇上跟前的献纳建成 潘太守有再大的胆 也不敢跟他作对 我就是看准了这一点 所以才敢提着头去告他 否则的话 现在就进大牢陪陆炳章了 潘太守知道中书大人也在关心这件事 对陆炳章起码会修炼一点 不敢太造势 现在一切等中书大人来了 走吧 想不到陆炳章的背后 还有中书大人帮他撑药 难怪梁山伯和朱英台这两个臭小子 敢这么嚣张上门来挑衅 大人 你可认识这中书市了 朝廷官吏数外名 官是一个中书省就有两百多人 我怎么知道这个中书大人是哪一个 大人 我看 干脆让我把梁山伯和朱英台给杀了 你绝后患 不行 这事已经闹到上头去了 中书省现在是当红的机构 全高位重 咱们可惹不起 最好是小心一点 别轻举妄动 可是大人 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万一中书大人来了 吃亏 可是我们 围经之计 就趁中书大人未到之前 我们抢先一步把陆炳章给斩了 到时候 来个死无对证 任天皇老子 也拿我们没办法 你说的有道理 咱们可不能冒险 老面 大人 明儿就把陆炳章给我拖出去斩了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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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初公子 四九 怎么了 出事了 出事了 抓腰法 要提前转入饼章 你说什么 提早到什么时候 今天五十三刻 怎么会这样呢 难道潘太守 不怕中书大人吗 糟糕 一定是潘太守做贼心虚 想趁中书大人来之前先下手为强 梁兄 我们这步棋走错了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昨天告内一状 反而害了陆炳章 恐怕是 怎么办 怎么办呢 中书大人又还没来 就是急死人了 没想到 这个潘太守 比我想象的还要狠 我自以为聪明 反而害得陆炳章提早走上绝路 陆哥 对不起 我们努力不够 反而逼得把时间提早 提早好啊 这样我可以早就见到如意 陆炳章 陆炳章 你不应该死的 你是冤枉的 陆哥 我们还有机会平反 只要中书大人在行星前赶到 我们就 陆炳章 陆炳章 不应该死的 不要过多 我更容易尽有机会 赶快 让我走吧 我走后 你们要怎么平反都可以 看来我们再怎么说 你都听不进去 既然你心意已決 四九 把韭菜拿出來 郭光臣 這是你最後一餐了 我們都有為你準備一些韭菜 好 這最後一頓 就讓我們兄弟三人 好好喝一杯 盧公臣 走開一點 我追你 感覺都還真不會痛的 陸秉正 有沒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們做的 只要你們不邪麻煩你 希望你們以後 在每年的幾日 到我還如意的墳上 汲上三杯水酒 我就感情不尽你 駱哥 我們是兄弟 怎麼能受麻煩你 你放心 我跟朱英台 會在每年的今天 到焚上為你們夫妻 整整夢 拔拔雜草 過後千萬被拔走 就任意一群草生長 長得越貓咪越好 因為那些草 代表著我和如意的愛 如意 如意 我們就快要見面了 陸秉正 我以後再也看不到你 我一輩子都看不到你了 朱英台 你別哭啊 我馬上就很容易見面了 那是另一個旅途的開始 應該會有高興才是啊 是啊 賢弟 既然如果非走不可 就讓他開開心心地走吧 沒錯 讓我開開心心地走 陸秉正 一起開心地走 來 讓我們大笑一笑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對 哈哈 哥 這才是原來的你 開心的笑嗎 哈哈 好爽的笑 喝酒 哈哈 路比招 梁雪坡 好 好 不夠 我開開心心地 散路比招 離開人世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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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道 上罰場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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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陆秉章 陆秉章 险帝 别让陆哥牵挂 我不哭 我不哭 大人 差不多了 行刑开始 奸长官验身 死求叶明正身 监长官牵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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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要走了 求求你叫出游影 让他在黄泉路上走慢一点 等等我 好让我赶上他 陆秉章 陆刚 陆公司 好一个痴情汉 我就如你所愿 是 不要啊 凶手 你这个凶手 信判的 你才是一个被判死心的人 那你来的刁民 把他给我拖下去 是 你也在这儿 盼戴手 你身为地方父母 却仗势鸡人 鸡鸡鸡百姓 你或许骗得了人 但是你躲不过老天爷的惩罚 你会遭了报应的 给我打死他们 打死他们 不准碰我的兄弟 冤有头再有走 你们要宅人是我 不是他们 筷子烧 还在那儿干什么 给我等 陆明昭 你放心的去 我们一定会替你平反的 陆哥 再见了 好兄弟 我们来生再见了 陆哥 你放心的去进会吧 你们 给我等 不要杀了人 有陆大人 高纸 老师 老师 跟周朱大人到了 依稀 老师 老师 有救了 有救了 陆高纸 周朱大人到了 依稀 老师 陆明昭 下官周阳俊太守 帮我潘介绪 恭迎忠苏大人 潘介绪啊 好久不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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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地方 不认识潘太守呢 赵定方跟我说过 他们以前是刑部的救赎 老师 或许是学生多虑 但是我担心他们 冠冠相互啊 哎呀 你们放心了 定方向我保证过 一定会秉公处理的 啊 嗯 招阳府俊太守 潘介绪 定方兄 放屎公堂之上 岂容你知乎本座明慧 是 是 大人 你们可以放心了吧 潘太子 你身为朝廷命官 你当秦政爱民才是 本座却听说 你在地方上弄拳舞弊 贪脏妄法 胡作非为你 甚至强辱人妻 巨为己有 可有此事 大人 您所听说的军非事实啊 下官有心受到圣上的恩宠 自从奉派周央府以来 日以继业 一切均以百姓的福祉为上啊 从来不敢有为朝廷使命 既然如此 陆炳章的事情 你做何解释 鬼大人 此事说来话长 要从头说起 下官曾向得以女子如意 欲娶她为妻 就在下官迎娶如意之时 陆炳章 他全家如意拐走 下官派了许多人千帮百计 才将下官的爱妻寻回 谁要陆炳章 他永不死心啊 竟然 慈谢闯进官府成兄 被下官交出如意 大人 索性 乎押 乎贵众多 下官得以幸免 否则遭遗似于非命啊 你 你说谎 周叔大人 他说谎啊 大胆 本座在问话 闲杂员等不准打岔 英台英台 少干物躁 那周叔大人处理就是了嘛 陆炳章 刚刚潘太所所言 是否属实 大人 我还认为原本论及婚假 无奈先父当时因故过世 按习俗 白日不去 塞年只能不能论及婚假 为了进学求公民 我也只好暂时放下这种婚事 没想到潘太首 趁我求学自己 要强取奴隶为亲 永远走投无路 只好来投靠我 我们也在那时候 拜堂成了亲 由梁山伯住院台为政啊 这个我知道 老师在路上 已经把所有的经过都告诉我 潘太首 哎 陆炳章和如意 已结为夫妻一事 你可知晓 哎 大人 你从来不能听陆炳章一派胡言 真无不过如意 根本没有拜堂成亲这回事啊 永远不可以这么说到 永远根本不可能和你有婚假关系 你 谁说的 陆炳章和如意成亲的时候 我们都在场 我们都是证人 没错 他们之所以成亲 就是为了避免你的纠缠 一派胡言 一派胡言 爆门草 爆门草 你们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现在唯一能够证明事实真相的 就是如意了 潘太首 如意现在人呢 潘太首相燃至如意 如意不从 被他活过来逼死了 潘太首 潘太首 这可是事实 你从此招来 回大人 谁说如意死了 如意到现在 一直活着好好的呢 你说如意没死 潘太首 你说什么 你说如意没死 没错 如意到现在一直都活着好好的 你说 你把他弄拿去 快把他叫出来 你说 把他叫出来 快点 快点 潘太首 如意现在人在何处 快说呀 回大人 如意一直在下属的官邸内 不过大人请别急 大人千里迢迢来到朝阳府 一定累了 不妨先去驿馆休息 你那个下官自会带如意 到公堂上 给大人问话 你把此案的卷子拿到驿馆来让我看看 至于陆炳章 先押回大牢 明日再审 正堂 太好了 太好了 原来如意还活着 就是啊 要不是中书大人及时赶上 陆炳章这条命就白白冤死了 对啊 银鑫 这回还真多亏了你 所以啊 你们通通都要感谢我 来来来来来 你们行 你们行 来来来 老师 周叔大人 周周周 老师您坐 坐坐坐坐 你坐 老师坐 嗯 三波英台 你们到底搞什么啊 如意明明活得好好的 为什么说他死了呢 嗯 我们也不知道啊 是陆炳章告诉我们如意死了 嗯 炳章被关糊涂了 你们两个也跟着糊涂啊 嗯 问题是 为什么陆炳章认为如意已经死了呢 唉 一定是潘太守 要让陆炳章死心 所以才骗他 说如意死了 哼 这个潘太守 真是狠毒 骗了陆炳章不够 还想将他问斩 这分明是要赶尽杀绝 实在太过分了 是啊 中书大人 像这种恶官 一定要把它绳制以法 这官查办 否则苍天百姓都会遭殃的 嗯 潘太守果若如此 那真是朝廷的不幸 不过 在事实真相未明了之前 我们还不能妄下定论 嗯 对方啊 对你所言 你不相信他们两个说的话咯 老师 学生当然相信 不过这个事实 在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撑之前 这个事实只不过是个片面之词而已啊 嗯 说的也对 说的也对啊 这么一来 一切就要看如意的了 老师请放心 只要如意真的没死 明天他一定会说出真相 嗯 没错 只要如意没死的话 潘太守就算再能狡辩 也抵不过如意的一句实话 嗯 也希望如此 否则以目前的情势看起来 对我们很不利 老师 你们聊 学生还回驿馆看卷责 哦哦哦哦 你忙 你忙 那请 哎定方啊 这次辛苦你了 哪里 这是学生该做的 到此 嗯 好好好 中书大人全高位重 对老师如此尊敬 真是难得啊 嗯 嗯 这都是为师教得好嘛 嗯 人来了没有 伟大人 人已经在里头了 不只任何人进来 是 嗯 嗯 嗯 大人 潘介续 下了公堂 你我兄弟就别再客套了 哎呀 哈哈 顶方兄啊 方才 你可真把小弟我给吓坏了 哎 什么时候生的官儿 怎么也不通知兄弟一生呢 哎 哎 不过是个四品的中书四郎 还有得混啊 哎呀呀呀呀 四品官还不够呛啊 那在网上就得当丞相哦 哈哈哈哈 托摩 托摩 哈哈哈哈 冷面 嗯 哎 这是什么 这个案子的卷责吗 哦 哦 顶方兄 这东西那比卷责更好啊 哦 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还不是为了那个陆炳章 他四餐烂打的不要跟我争如意 嘿 这小子也不称称自己有多少斤两重 你何必跟他争呢 凭你堂堂的俊太手 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呢 哎 顶方兄 您这句话 那可就说中了要点了 就凭我堂堂一个俊太手 如果连一个女人 一个陆炳章 那都没有办法搞定 我还混什么呢 嗯 说的也是 不过 我说 现在事情既然到了我的头上 潘介续 你多少 要卖我个面子 啊 那当然 啊 小弟一定会让定方兄慢意 话虽如此说 但模样可要做出来 明天如意上公堂 你可有把握 顶方兄静观神爱 小弟这儿自然会有对策 做漂亮一点 别让人家抓到了把柄 放心放心 明儿在公堂上 小弟自然有办法让那个女人 乖乖的听话 好 你想要干什么 如意 我真的想要干什么 你躲得过吗 你纵使得到我 也许不是你自身 好一个贞杰猎女啊 我就是喜欢你这种脾气 你放心 我不会强迫你 我会让你心甘情愿 主动跟着我 你作弄 我这位子已经是陆炳章的人 谁也别想把我回安分开 陆炳 她现在是泥布萨过江 自身难保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这话什么意思 陆哥 你们已经斩了她 没错 我是想斩她 不过她命大 有人救了她 谁是谁 相公还是朱英潭 现在是谁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不要以为我会这样的 就轻易放她 你这恶魔 你会找到报应的 或许吧 但是你放心 绝对不会是现在 因为我还没完够她 老面 是 把人拖进来 5 3 5 8 4 miş 10 哎呀 哎呀 姐啊 我怎麼把你打成這樣 潘奶昇 你這老心控肺的東西 你到底要整我們 整到什麼時候 你才肯放手 那就得看你的表現 只要你乖乖的聽話 說不定我會大巴慈悲的 放過陸炳章 和你老子一命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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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如意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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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